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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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些呢? 大家稍微有时候在看经典 有时候稍微跳出来看一下 我们尽可能去理解到这个 有时候看经典也不是说 这样就一直单纯就一直听下去 有时候稍微停顿一下思考 他到底要给我什么样的意思 我们就算我们努力地讲 也不可能把所有道理谈得很清楚 所以往往你如果稍微更细心地去思考 今天会给你还多的一个启发 我们现在谈到那个愚痴跟智慧 那这个愚痴跟智慧 其实告诉我们 包括我们前面在对愚痴的一个 一个说我们应该远离愚痴 其实之前我们也讲过 我们并不是要对愚痴者的一种亲事 而且其实最大的意思是 当然在现实当中 在我们修行当中 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道品还没有文件 所以我们还是要责任 就要选择善有 选择善有 像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有同行善知识 有适当的外户善知识 还有教授善知识 我们还是在选择 是不是 我们会找一个适当的善知识 可以找到跟我们同餐到游的 像最近我们谈到那个利路刚结束 那这个谈到什么 谈到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这个善知识的重要 这个善知识 这个善知识 我们这个善知识 尤其他讲说 在一个大家准备要修职观 要共修的时候 有谈到 三人到五人之间就可以 一般一点点 比如说因为不一定要忍多 忍多有时候意见不容易 要找到同伴同行同心同德的人 所以你要讲三人到五人 那太少有时候有很多戒法 很多东西要行使也比较难 所以就维持就是以三人到五人 当然这个是属于比较要专心用心的时候 那这里面为什么会 你为什么就定这么些人 其实意义我相信应该很多 但以我们的经验我们会知道说 其实要找到同行同德的人不容易 那找到一个同行善知识 那什么一个善知识呢 就是他跟你长相紧随着 但这个紧随又不是世间法的那种紧随 不是那种感情的粘密的那种紧随 而是说 什么叫善知识 什么叫善友 就是你如果有过失 即便这一个人非常跟你亲密的人 你见到他会不好意思 会惭愧 不是说因为我们的关系会非常好 我知道你会包容我 而且你跟我差不多 那这种就不是善知识 他会包容你的过失 你见到他也不会有惭愧心 这不叫善知识 这不是善友 这是善友 他这里就会选择就是说 他能在修行上扶持你 但很多地方他能紧随 不会轻易背离 不会轻易背离 我们讲说有点像世间的那个 那种做人的道义 这个道义要有 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修行里也要讲说 我们不谈感情 不是 我们没有谈感情 但我们讲道义 修道的扶持的这个道义 那这个道义里面在法上应该是要有 也就是他具有一个亲近的界限 你精进的这个方面 你做不对 你见到他你会惭愧 这个是好 可见你还是要适当的选择 所以第一个 我们对愚痴人并不是一种亲密 而是在于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有所抉择 那即使最大的意义是说 我们不要当愚痴人 愚痴的过失是如何如何 以便于以至于 所以很多人要远离愚痴者 因为你不能给人带来吉祥 你会给他带来烦恼 是不是 所以我们应该要增长智慧 那现在愚痴讲完了 我们要讲智慧品 对不对 让大家知道说 在选择智慧跟愚痴当中 作为一个活弟子 应该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这种智慧跟愚痴的功过 让你看清楚 我们要讲很多道理 不懂道理你很难修的 你不懂道理你很难修 尤其是照圣生空义的话 你少闻寡闻 是修中观的最大障碍 就是说你愚痴你不知 你不要以为你一面修就可以了 这不是这样的 我们最近在谈很多问题 这个例子也是很小意思 我记得这个例子提出来 这个我之前就谈过 那最近当然还有这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很值得我们来参考 那有一个居士他修禅秀已经很久很久 修得非常不错 非常用功的 很有道行的 那他最近在跟我谈 谈什么 谈他有一次身体不好 那个不好他会觉得 一般来讲会产生这种现象 应该是不轻易 应该是比较病 比较重 因为他自己有医疗这方面的素养 这时候他本身是一个专修试念处 那他发觉就是说 我这样修 那我应该到哪里去 就是我如果紧急病回难的时候 我应该到哪里去 这很现实 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 你不会去考虑这个 当你有病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考虑 因为这是现实问题 尤其是某些征兆出来 显然不是轻易的 就是这种病可能也严重了 这时候你就要开始设想 我死后 我这样的修行 我靠这样的修行要去哪里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因为他过去有念佛 这是他发觉就是说 我之前念佛 我还知道要去哪里 现在我没念佛 那我要去哪里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经常在很多课里面 我会提到就是说 假如我不往生进土 是不是每个人一定要往生进土 其实每个人都会 每个人假如你修道解脱 一定会往生进土 你跑不掉了 我不去 不行 你一定要去 为什么 五蕴世间 众生世间 国土世间 似乎不开了 你的八世会现出你的根生气世间吗 你跑不开 你一定会往生进土 但你不要以为是这个跑到那里去 不是 是自己现的 其实我们的进土意义也是如此 所以我想讲说我们现在要 为什么要厌离五卓二世 其实五卓二世表无常恐怖 净土表什么 修行解脱功德 然后用净土法门 不是用骗的哦 因为只是这个适合 因为实际上修行一定会有净土枪出来的 你正无生人的人一定会到什么 提供十报庄圆土 这是你现出来的 你一定会有净土枪 因为你的心清净了 你会有你的土会清净 你一定会有你所处的事件下 你跑不开 你一定有一个事件下 这是你的因言所现出来的 到佛极光进入 阿罗汉 方便有余途 你一定会去的 这个没办 这是一个事件这种众生的夜感的因言 那我们是不是一定会去驱使回去 但你现在不知道 因为你现在抓不到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我要去哪里 我会不安 所以有时候看到很多人 他不往生 其实终究会往生 但你之所以你已不往生 不是只是因为你不取此土 彼土之分 我没有另外取一个土 我就直接从心境这一方面得到净土 换句话就是说 修不修念火法门的人 其实念火法门是包一切法门 但我讲的是不修狭义的净土法门的人 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从此土到彼土 我直接在此处修我的净土 那这很可以 那你要必须对你的法门信得过啊 所以你不能当我在修公关 比如说我在修波者公关 我修到无无民意 无无民进来 是无劳死亦无劳死进 都已经在修无无劳死亦无劳死进 那我是不是死去到彼土 对啊 那你就说无无劳死亦无劳死进来 那你要死去到彼土 当然就你必须要信受得了 而且顶待得起 我现在的生命就是一个颠倒忘将 那我正因为所有无民行事民社 所以才有这些生老死啊 那要无民灭到就要生老死灭啊 那我怎么会再找出一个好生老死呢 那这问题是在哪里之间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关系到说 我们虽然在很多的修持上我们很投入 但我们见识的足够 因为这会影响到你到最后 你能不能安住在法上修行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如何了解这个道理 了解佛法这个知见 这不是说你想修就修 因为你想修碰到更远的地方 你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他就问一些 他叫他们就说 那我们往生去哪里 就往生到会有一群 同样修识念主的那一群人主 不一定啊 你这样的讲法 可见你在这种业果上的理解 甚至有人讲说 我们到最后解脱到哪里 回归自然 这就是外道间 你看 讲到最后变得外道间 回归自然 什么叫自然 自然是自己而然的意思 就是自信间 即便你把他讲到说大自然 自然的本意就是自己而然 自己而然就是自信成 不要他人 不需要他人 这是外道间 中顿就破了 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往生以后 我们如果正阿多汉去哪里 正阿多汉去哪里 所以这种整个教理都不清楚 我们不是 不是啊 我们初三界 我在讲初三界不是跑到第四界 真正的初三界是关三界信空 这才叫初 那当他对法空未能彻底的时候 会因于他对法的某一个执着 而按住在家方便又预认 就是 正阿多汉不是什么都不见的 不是 这样的话 修行会很可怕的 也就是说 我不断的丢掉世界一切法 那正阿多汉完全就没了 没了不起 现在以前小小的没了不起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把人就烧掉了 那不是跟你现在死的正阿多汉 不是一样吗 那修行的意义在哪里 修行的价值完全就不见了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即便正阿多汉入无于念环 有他的功德 你不能把他说没有 那这样断面天调了 他受用他的极尽念环 究竟这种十三界的解脱 这个我们下一个地方会打 阿多汉的价值 如果你把阿多汉的价值 就好像灰灰阴灭时候都不见了 这么都没用了 那我们修行的意义会没有 修行意义没有 我们现在修行就修不了来了 不是 他会受用他的解脱内盘功德 但会在他的那个法质 会究竟的地方 再会在那边按 形成有这份功德 跟这样的因言形成他安住的地方 而这个安住的地方 你千万不要用 我们现在世俗的这种 有妄想分别的这个角度来分 不是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说圣者的境界 你必须要从他的烦恼处 缓过来来讲 如果你认为圣者住哪里 且你的想是要用你的妄想出来 却不知道从他的世间向烦恼向是从哪里来 隐便于让你知道圣者住的地方 你要这样才能看得出来 可是你不能说离开他的苦极 令你想有一个生活世界 那是你自己变的 那不是之前 所以说我们在修行当中 如果你的观念不清楚的话 你其实在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的时候 你不大会有影响 但要是跟你的大烦恼捧冲突了 你就会动摇 你会开始不安 会有这种现讲 所以这个都是 我们在文法当中 他虽然提出一个原则 其实也告诉你在修学上它的意义 我们如何远离于知 向于智慧 这个就是这样 那我们谈到这个 六十二页的第二行 那这个前面的一个基颂是 信善作福 畸行不厌 信之应得 九二毕章 对不对 好 这里面其实都很有意思 你看喔 有智慧的人他会相信 这不是感性喔 我们这信不是一个 信不是一个 一般的信啊 要没有智慧信不来啊 信善作福 你看他现在举这个例子 都是告诉我们明哲品 明哲 知道哲理 知道智慧 而且相信什么 这个相信不是你想相信就相信 我们相信呢 我们相信 请问你相不相信信善作福 那当然没事的时候我们都相信啊 可是如果你这样一直修修修 修到 修到好几十年 努力固执三宝 到最后倒霉 嗯 嗯 嗯 我觉得不保比 嗯 这个信善不作福 你就动谣了 没有相当之间信得了这个嘛 这主委你对一叶果很清楚才能信得了 要有相当之论 才能信得下去说 即便在怎么样的善恶境 顺逆境 我照样相信做尽善做 我之所以现在修行碰到逆境 结果是因为我修佛而来的逆境 是过去造恶的逆境 不会混乱 这是一个很稳定的之间 今天这个简单道理 我们都知道 这个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真的相信吗 哎呀 妈就帮着 帮着你就知道 你真的信得那么十足 如果你信得那么十足 你的身心行为就改变掉 你信不信 你会在世间上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大善 什么是小善 什么是大恶 什么是小恶 我会积极的去 就像说我知道一百跟一千 你会挑什么 一千 为什么 很明显 我今天讲说我要修这个小善 我不如修这个大善 我修四千善 我不如修解脱善 我修解脱善 不如修佛提善 你就会昆别出来 你就知道你该修什么 这个很清楚 马上去这时候 善恶灵活的观念 一旦很清楚 好坏的抉择力马上升出来 所以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相信因果 我告诉你 实际上不是 从道理上 我们一来讲 你要知道能因果关系啊 我说实在 这是世俗地的道理 但世俗的道理 必须能胜意地的其次 你很清楚如是因缘 如是果 你要很了解因果的道理 深信不动摇 就是照理讲 到这个位置 大概是真果的 那如果我们 像我们当然没证过 但我们可以确信 我们现在对业果的肯定 就算我们没办法做到很完整 但相信你之前更加坚定 圣性 业果关系 这就是慢慢产生圣解力 是不是 那可以吗 进步 可以 这就是修智慧性 你越增长到时候 你会坚信你现在所做的事情 你会 一往直前 不会回退 你相信你现在做的一定会有善果 轻重的抉择 那个抉择 你看 最好坏就是这种抉择 抉择就是智慧 抉择就是智慧 智慧很重 其实非常重要 老师 好 这里面其实还有 如果我们没办法细讲 细讲 我们把它进回来去 因为真的要懂的话 不 这里面其实还有 信善作福 你看 一个是因果关系 信善作福 畸行不愿 你看 从与智慧产生修行的精进力 是不是 你看 这个精进力 绝对不是你想精进就精进 你必须要信得下 信为欲依 欲为情依 就是还有一个道理嘛 你有信心 你才会有善法欲 有善法欲 你才会精进 那信从哪里来 从自来 这时候你才会畸行不愿 我知道我们要讲 我们一般修行 你能不能轻易马上看到果 有些东西可以看到 有些看不到 有些果看不到 有些果是因为它的缘还不具足 但对于我们如果修行一二十年 三四十年看不到果 一般来讲很多人心情就对了 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果 所以有时候在修行上 在修行上有个阶段里面 有一些修行的感应 对修行来讲是一种鼓 是一种鼓 是一个必要的 但没有的话 我们要靠我们的理智 除非你的智慧很清楚 这个地方是不是跟你讲 我想就是 我们好像说的事情都是以自信件去做批判 所以我就有一个感觉 很自然的见下 就是遗失的人不认为他遗失 不聪明的人认为他很聪明 那你说他折善之事的话 不会往往是以物以劣迹 找我喜欢的 找我所习惯的 这个 看之事就在哪里 对 好 很好 这是一个很难以毁灭的问题 我们要折善之事 那我会折我 就自己是善之事了吧 是不是 有点好像互相吊诡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 我当然想折善之事 但标准在哪里 像我们现在不谈很多 因为每一个个别的事情很难谈 但像我们 你看你累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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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敢说我们决定对 绝对对 但是不是也进步 我们是不是比之前 更有决定判断事情的条件 我们现在能不能判断百分之百对 不可能 除非你成果 但我们想说事情不是两端 要么就全无知 要么全知 你看我们从不断的学习 听闻佛法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对佛法的道理更加清楚 那你可能还不会绝对的 绝对的百分之百 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判断正确 但我相信 以你现在的程度 很多的 很粗浅的过失答案 快就判断了 因为 我一直在强调 佛法 佛法有些 为什么我们先说端正法 就是佛法你在书圣 有没有 因为 也不该违背世间的一般道理 对 所以我们在讨论佛法的时候 我会讲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个就是说 我今天要说服你 我会不会离开世间眼前的鬼犯 规矩 以鬼 规则 不会 我会以你也能接受我能接受的道理里面 才跟你讲更高的道理 虽然世间法 在佛法在辩证逻辑的时候 在辩证的时候 它在缓驳你 有没有离开你能接受的范围 不会 我可以先跟你讲世间道理 来用世间道理 以你能接受的道理 让你觉得你的思维有不究竟 然后再进一步跟你讲更深的 你还不能接受 我经常讲的就是 先以共许的法 大家共同认同的道德规则 然后再来告诉你那些 说服你去接受不共许的 就是说你还没认同 所以它有没有一起满的规矩 有 英明的论证有没有一定的规矩 有 它不能随便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会觉得什么 会觉得到 以目前世间的 你说你谈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 但你不能违背世间的规矩 我们在听其言观其心 不是这个道理吗 这是一个起码的规矩 所以我们要先从世间端正法 然后再讲解说 好 那再更进一步 我们还有一个叫比量智 比量智就是说 我们要有合理的推理 当我们在学逻辑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涉及到是非 没有 我们学逻辑的话 只是告诉我们 怎么样的合理的推理能力而已 所以我们学逻辑有没有涉及到对跟错 是把对错套入逻辑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恰当的推论 所以在早期我们在读哲学的时候 我们学逻辑 我们老师就告诉我们 当时我们才解研没多久 解研没多久 当然新闻比较自由 那可是在之前还没解研的 我们的新闻当然都是被政府观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老师就举很多例子 在那时候看新闻要会看 所谓要会看就是 哪些不要看的不要看的 意思就是 受人家给予染色的资料 你不要看 你怎么去看 素知情味的不要看 素知群众的不要看 你要以你的逻辑去 重新客观资料找出你的看法 这就是比量 我们现在的修学佛法 不是告诉你一个权位 你要这样这样 佛法的智慧在告诉你 如理思维 注意 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 当然很多我们还有 我们更深的道理都不知道 但在不同的人 我们思维有一定的逻辑 如果你没有逻辑 你讲出那个 像有人说 哎哟我们都正果 我说我也会讲 像现在我们要动不动 把自己拉得很高也无妨 我常讲就是说 我最近渡了几个阵阿罗 在哪里 一个在南极 一个在北极 另外一个在往生 那你也找不到 知道你说的 有些人就信了那个老土 最近不是有人跟我们讲说 有那个 有一个现在来讲说 他是现身的佛 你现在说在哪一国 他说他那国 在印度还是哪个国家 尼泊还是宫家 忘了 有一万多人现身化成什么 宏光怎么样走 我说这个你也相信 如果在这个世界 有一万多人突然消失 那把这铁阿罗就闹翻了 你还相信真的有人这样走啊 就是有人相信 你看 那黑乎黑乎黑乎打破掉了 已经迷信到无能力抉择 我说你相信 光 光贵律宾的选举死个五十几人 就已经闹成大家 这整个是国际新闻 你想一个地方修行 突然一万多人不见了 那 那比 比我们九二一地震还严重呢 你想大家会 都不出声音了 你想有可能 这一万多人所损失 所造成的问题 光家庭就出现大乱智了 你还讲这些话 在这个时代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还能相信 连奴辑都不合 不合常识 在佛法里面 我们要的佛法 我们经常是拿来宗教信仰 其实佛教真正的感应 是在于智慧 它不是告诉你一个全灰 你就是 哎 你们啊 你减减 有心无脆 佛法从没讲这个 佛法教告诉你 包括我们在讲缘体道理 都是拿世间实际例子 所以你跟我讲那个 我无法理性判断的 我告诉你 所以善知识 就算你跟我贴个活活 你要贴个什么东西 再来的什么 对不起 我不迷信你 我不迷信你这些 你说出一个 我是直到依法不利用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听闻证法 那听闻证法 我们不断在学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断在 我们现在理解佛法 都是从一道理上去谈 而不是一种权威性的命令 这是告诉你 怎么去如理事 那理则在你身上 你好不好我就可以判断了 对 你跟我讲一些 动不动跟我谈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而感应的 那这个我就 所以我才会讲说 假如那个地方 不讲道理 动不动要讲感应的 离开就对了 你知道吗 离开就对了 因为这种地方 早晚要出问题了 不谈理性 动不动谈那个 我们理性无法判断的感应 离开就对了 以我的经验 早晚要出问题 因为这里面充满余知 理性不容易抬头 但国教的东西 国教为什么会有信心 是因为理性完了以后的信 理自来的信 这时候才会产生有母 为什么 我深信啊 是不是 我深信 你说你有没有经验 我就讲说哪需要经验 你有没有跳过楼 没有 你有没有跳看看 你看 不会死的啦 你跳看看 不行啊 怎么可以跳 你怎么不知道 每个跳的都死 我才可以跳的 你又没跳过 说不定你不会死啊 我才不死 你看 你的内心是不是有决定 是不是很确定 确定啊 这里披妆 你要不要喝看看 不要 为什么不要 你没喝过啊 喝一下 不要 你看 你没喝过你都能确定 不喝 结果能不能这样 另外我没有证过 但我对道理也可以确定 为什么 从经验观察的理性客观观察 我不懂 是不是 圣神的道理 我不知道 我保留 我也不轻易火定 不轻易火定 但我不会轻易的 引离 我们现在在推理当中 我们有很多实证的东西没有 但就算你我没有实证 但道理也不能理 你如果太离谱了 我保留 我不敢说你错 但我也保留 所以我才讲说 学佛当中 我不狂妄 当然不随便 你今天跟我讲说怎么修 我要问道理 你说你怎么都不相信 不是啊 我依着法来 我今天还可以理解 我不委屈 随便的把自己的理性判断 我不狂妄地认为我对 我不会轻易去质疑你 但我也不会轻易产信 这就是法行人啊 是 讲完了 只要你合理 我就相信 你不合理 很抱歉 你虽然很用心告诉我 但我还是理我 这才是你对他的尊重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你今天你跟我讲 但我不法接受 我很诚恳地 我尊重你 告诉你 我还不太懂 这很合理啊 学佛的里里外外坦荡的 你不用说 啊 不好意思说了 好啦 先行啦 你不是在做生理 好啦 这次算了啦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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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的话 其实对说法则也是一种无辱啊 因为我说服你 不是因为我的地位 世俗地位 我说服你是道理 你今天接受 心开易解 照着修 是因为道理 不是因为人情 依法不依 是不是 那我对就对 我错就错 我能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就不能接受 不接受也无妨我继续学 我跟你问 弄清楚 都无妨啊 你在讲我听不懂 那可能我有问题 但我不懂就是不懂 我无法接受就是无法接受 我愿意再去 都是里外都坦荡的 是不是 所以这样 我们在学的当中 就是你慢慢又具有更广的 就像我们也有社会经验 对于某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东西 你是不是也有参考的能力 因为有些是起码生活知识嘛 我们当然能判断啊 我们就算没办法判断很精准 但我们可以减少很多时候 学果就是这样 他还是可以做的 好我们看 畸形不厌信之应得 应得就是还没显出来的 背后累积的久而避伤 因缘俱途避伤 这是因果缘起的道理 久而避伤只有因缘成熟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道理啊 久而避伤又避伤 要讲说要多久才能脏 其实每个阶段都在脏了啦 你要知道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 要盖一栋大楼 要盖一栋大楼 那盖到哪里就有哪里的作用 盖到哪里就有哪里的作用 我们盖完它的那个结构 是不是有作用 可以遮忆的啊 可能我们内部的状况还没有 可是至少一个保护作用 有没有 有 也就是说大目标还没有完成 小目标的每一个阶段 都已经因某一个阶段的 隐眼合合 某一阶段的功德就有了 其实我们在修行当中 我们期待的未来的结果还没出来 这过程当中已经转化你的信念 其实都感应了 很多感应都感应了 只是你所认知的那个感应 不一定马上成熟 对不对 你要整栋大楼都好了 那这个还没关系 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的完成 其实是不是就已经有意义了 有啊 而且相信应得久而必章 这都是智慧者才能胜信的 常必无益 不侵于人 思从贤有 挟护丧事 你看 这是作为一个 催求智慧的人 应该怎么样 常必无益 你知道为什么要常必无益 如果我们要戏谈呢 这里面其实都要有很多的道路 为什么要常必无益 这就是熏然的意思 我们经常在一些无益的事情在熏修 其实对我们修行是障碍的 因为你本身在你的习性当中 还具有这种烦恼 而这个烦恼切你这样缓乎在熏修 所以无益的信念经常在浪费你的时间 我们像这样 什么叫窃胆 什么叫放逸 什么叫善乐 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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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影响多大 影响很大 不然你看 整栋房子 柱子刚下去 中间放个保利笼 你看看 变切断 旁边都是水泥 那中间那一个是没用的东西 念活念到一半突然有一些无益的事情去插进来 你不要以为无益就是插断那个 无益会跟其他无益的心会连的 念活心会跟念活心在一起 你起个无益心 你想说你的妄想心 你的散乱心 是不是很容易把你过去的颠倒心再拿回来 那个比你起正念快 不然你看看 你就用功半年 你只要放逸一个月 全部回头 你用功半年 看你放逸一个月 你马上半年晚了一个月 放逸 马上就全部又回头了 为什么 后面等着的那个 是你久熏修成的 你这个半年所熏的 是体力刚刚在练习 背景不雄厚 那一个被你停掉半年 等在那里起来的烦恼是实力雄厚 只要你稍微一呼喚 那全部回来 而且说 那么快就回来 我们都一直等在旁边 因为我们知道你早晚 要早晚回来 那个戴雨在那里 他根本说 我们没有离开很远 你不抱干爽吗 我知道你需要 我们都在旁边等着 你只要喊一声 我们就诱了 就在旁边等你 你根本没有离开 因为你也没有真的放下我 就这样 所以 这个 常必无意 这个在修行当中 有时候我们都会讲说 因为 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如果天天都讲道理 讲到大家会烦 对不对 有时候也要 回套回套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 还在跟我们的习性 进行拉扯 那对一个身性已经安定了 那刚好相关 像我们现在要精进修 会有点压力 因为你的习性偏离染灼 所以现在要把你从染灼那边拉过来 你会拉扯 但当你的心安住的时候 要把我拉过去 那就烂了 是不是 像我们现在 我经常看到那个年轻人 那个 肯定不是说有那个夏季 什么 那个 那个 那个去哪儿谁受得了 我就不知道他们在喜欢什么 那我去 不要 那个乱叫乱喊有点像 不要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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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那里面的好处在哪里 我们无法去感受它的好处 可是对于小孩子的年轻 他们很喜欢 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不要 太吵了 而且根本看不到一种 任何美感的东西 真的这么好的东西 可是你看 我们没有多伟大 但我们对某些粗糙的东西 不要 没兴趣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说 你不要勉强 没有勉强 你叫我去才难受 我为什么今天那种 那种 环境很 很不舒服 所以 我们刚开始会觉得有点 但其实 当你的身心安定的时候 你反而比较喜欢好的东西 你比较安定 所以修行怎么样 修行有时候必须要勉强 没讲 没讲 因为我们在种种苦里面 就讲了一个叫什么苦 就是 善法未窜息的苦 我之前有没有跟大家提过 善法 善法未窜息有苦 知道善法未窜息有苦 善法未窜息有苦 善法未窜息的时候 这时候 有时候当师长的是这样 就逼着你窜息 所以我们现在爱的教育 有时候不一定对 爱的教育 但有时候爱的教育 一直尊重 我告诉你 有些常而不是 为什么 当你让他善法窜息的时候 其实他马上会感恩 因为正在修 明明是好 但他还没养成习惯 还没养成习惯 他的习性跟他的烦恼 就一直冲突 他的善法跟他的习性 就一直冲突 所以刚开始修的人 在他的善法未成窜息 还没稳定的时候 会辛苦 但如果勉强行事 要悟好了 好了 悟好了 就没问题了 这个就是有问题了 所以 有时候在修行当中 有时候必须要给一适当的 就是说 创造一个逆境 甚至这个逆境还你跑不了 你就必须要在这个逆境当中 去磨炼 磨炼到你的身心条路下来了 撑手 是不是 那一个人要成财 哪有一次都顺心了 对不对 顺心这么胜财 对 因为我们人的顺心就是顺着我嘛 那我们不是要破果子吗 处处都顺着我能解脱吗 所以苦啊 苦其实是最好的三四次 上国世间 中国世间苦是三四次 从苦看到无常 你才能真正好好学习 所以不要在苦上埋怨 当然一直苦也不对 但如果没有苦 你很难真正调态 所以会不会讲说 一辈子苦苦苦到最后 终于苦到啊放下 这时候苦善之事就出现在了 对不对 苦善之事磨到最后 你当你在修行有成就的时候 回头看你的苦 你会发觉 充满了深刻的意义 对 为什么要这样苦 没关系啦 反正做梦 就是说 我们重点在如何早点醒 那你说 那为什么不能做好梦醒呢 为什么一定要做噩梦醒 但你都醒了 你还在管好梦 你会做就会做无聊事 你看啊 懂吧 你等梦醒来 经历梦醒来的时候 你比别人早点醒来 你会不会跟他在乎说 那一个还在睡觉做好梦的人 那你已经做噩梦醒了 你又会说 不公平啊 那我灵硬做好梦醒啊 你看人家睡得好甜啊 你都已经醒来 你都会管他好梦坏梦 那是在做梦的人 才会在乎好梦坏梦 你在乎的是赶快醒来嘛 那都是假的啊 所以这时候你要讲 此人因你合身 肚子气泉合身 会是说 此人甘以噩梦醒来 就用噩梦 你要睡梦 你看他睡得很好 那假的啊 颠倒人生啊 你怎么去跟他计较这个 所以到一个人 从你逆境里面磨出来的时候 他只会感恩啊 怕没出来 没出来就很怨啊 很怨 可是一出来 所有的逆境都具有无上义 对不对 好 我们常必无意 这种无意的东西啊 必须要自己勉而勉强行之愿意之之 不经宜人 思宠贤有 所以你要觉着 当然我们刚才问的问题一样 就是我们很难绝对的 但你可以观察 好 我们经常有时候想的很多 如果我在一个地方里面 我在讲说 你今天在这个地方 对你的休息有没有帮助 这个地方一切都好 但你想来想去 我自己本身的道品没有增上 有问题 你会发现 这里不好 这里不好 不过我竟然再进步 你的因缘才是 这个 这就因为你在这里是进步的 这就是你的因缘 这个 侠户上司 他是写鸭 应该是侠户 另外一方面 就是要靠近清净 清净有德之人 要讲 因为你在这种 环境里面 你不容易退多 你清净 我说善事事 都是清净的人 你要退很难退 所以我讲说 人好奇怪 短时间不容易改变 长时间下来 你想要完也完不了 你信不信 从你如许书 像我们这里 除非你一下去清净二有 或者在你长时间 经常在一个地方 坦荡荡的 没有其他的不好念头 养成你以后 你大概也就是这种个性 所以人跟人啊 会有种习性相应的地方 那这个习性相应呢 刚才你有提到说 我们会找到 跟自己习性相应的 会不会这样 会 但其实这里面 你就必须要再多了解 就是说 像比如说 我们可能选择错了 那有时候你必须要转换角度 像经典就是很多三十字 对不对 这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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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角度 让你抉择事出事先法 你就能开抵角度 那你这个就知道说 人家有这样的讲法 别人有这样的讲法 你就必须能开过更广的角度 去判断思维 你就能这样 刚开始你可能没能力 所以我们在那个论里面讲说 初学者 我们到底讲是依法不依人 但初学者经常是依人依法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有很稳定的法抉择 所以刚开始要依法依人 那这东西会不会碰到二十字 这是有可能 我很早就讲过一句话 我过数世的一年 可能会有二十字姻缘 但假如我今天的菩提心 上求火道下化众生的愿是真的 就算你碰到二十字 你可能受损了一阵子 到最后终究会出不来 我那个有菩提心 会把你带走 为什么 你知道菩提心不是抽象 菩提心是一个很真实 像以觉悟利益众生的这一份核心发心 如果碰到一个上师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我可能无不察觉 可是久而久之既然是二知识 一定不会跟觉完全融合 一定会站在自私的立场 不会完全利益众生 所以会跟你的菩提心的重途 终究能力 假如你当初就说 我不管我的道理懂多少 但上求佛道下化 总成是核心的价值 这个心一直发源 就算你短暂时间碰到二十字 三万一只会一个 为什么 二十字不以佛提心一样 一定会死 好 再来 喜法悟安 心悦易清 圣人言法 会长要行 就是说 喜法悟安 如果是喜 不是光文法 很重要 喜就会表示 心将法行纳减 这不容易 其实这不容易 就是说 我们在文法当中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文法路 还挺勉强 不是喜 也就是说 好 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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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吃饭 也不容易拿这个 来给他带他 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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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可是如果你发现 念我当下 如此义无 感受的是那份法的亲近 我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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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sons 你们 的 感谢观看